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部经典科幻恐怖片《一行一》 一艘来自地球的飞船在外太空采矿后打道回府 飞船上有七名船员 还有一只可爱的猫 几个人和平共处 十分有爱 而全智能电脑操纵着飞船 突然 其他行球的未知信号发给了飞船 电脑自动改变轨道向未知行球开去 船员们感觉十分惊讶 但在执行任务前 所有人都签订了协议 如果遇到不明生物 一定要前去调查 于是 一众人称小飞行器准备在未知行球表面降落 但是行球表面十分坑洼不平 在降落的一瞬间 飞行器受到严重损坏 不得已 大家只能分头行动 女主雷普利 黑人帕克和工程师布雷特留下来修理飞船 大胡子达拉斯 短发女兰伯特 黑发男和凯恩组成小分队前往探索 而教授阿石留下指挥权局 小分队出发没多久 就发现了一艘巨型飞碟 还有一具变成了化石的尸体 尸体旁边有一个洞口 几个人没有多想便钻了进去 大家在侦查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不明弹 凯恩兴奋不已 将脸往前凑了过去 突然 蛋里跳出了不明生物 抱住了凯恩的脸 慌乱中另外两人急忙送凯恩回飞船 大家都想把凯恩脸上的章鱼取下来 在用仪器将章鱼刺破的瞬间 章鱼的皮肤流出了强酸 船体被严重腐蚀 无奈 大家只能暂停切除 就在大家愁眉苦脸的时候 章鱼突然离开了凯恩的脸 死翘翘了 凯恩醒过来又说又笑 胃口大好 吃到一半却突然表情诡异 腹痛难忍 颤抖不已 他的腹中钻出来一只长相奇异的怪物 刚出生的怪物便动作殉民 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众人的视野 教授建议大家使用喷火器和搜索器 寻找并消灭它 碰巧猫跑出来捣乱 工程师想先把猫制服 在抓猫的过程中 工程师不经意与怪物相遇 此时的怪物硕大无比 身体强壮有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工程师拖入了通风管 考虑到怪物出现在通风管 大家决定将它抛入外太空 达拉斯带着喷火器支身前往 却瞬间被怪物放倒 女主找到万能的电脑 询问怎样才能消灭怪物 在询问的时候 女主发现 公司让它们去太空的目的并非采矿 而是寻找外星生物 并把它带回地球研究 知道真相的雷普利无法接受 打算去告诉黑人和短发女 但教授阻止了她 而黑人和短发女及时赶到 在与教授的打斗中 教授被爆头 身上竟流出了白色的液体 原来 她是公司派来的生化人卧底 想要逃生 只能选择炸掉飞船 转乘坐太空缩 女主准备前往启动飞船 黑人和短发女收集冷却剂 没料到黑人和短发女经遇到了怪物 黑人为救短发女挺身而出 却被异形灭掉 领了便当 因此短发女也未能幸免 女主非常害怕 迅速启动飞船的自爆程序 并逃往地下室 她发现之前被怪物拖走的同伴 同伴请求女主 结束他们的生命 实在是痛不欲生 女主忍痛拿着喷火器狂扫 在爆炸前的最后几秒 女主带着猫赶到了太空缩 本以为安全的她 无意中瞄到了怪物 而此时 女主已变得异常冷静 几个来回 终于将异形抛出了太空缩 女主向地球报告了情况 进入救生舱休眠 电影到此结束 好了 今天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收看更多精彩科幻电影 记得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见